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怡昕 我是Shel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欢迎收看网路版现代启示录 我是怡婷 祝大家新的一年 虎虎生风虎气生财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的故事 是位于五代十国的 武将世家福家 这个福家非常的特别 他们出了三姐妹 而且这三姐妹 通通都是皇后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古代的女生 当上皇后是一件 很了不得的事情 是无比的荣耀 这福家还一次就出了三个 那据说呢 这福家三姐妹 其中一个还是在家之身 那另外福家的六小姐 据说她是最有野心的六小姐 那六小姐呢 跟赵欢迎建国 也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一道河南的名菜 叫做鲤鱼背面 那身为吃货 我当然有稍微做了一下功课 上网查了一下 到底鲤鱼背面是什么 其实就是把面条 炸得金黄酥脆 接着再把它盖到鱼上面 就象征着黄袍加深 那为什么这个福家六小姐 要研发这道菜呢 西元十世纪 中国处于五代十国的纷扰之中 梁 唐 晋 汉 周 各自擅长 就在这个时期 有个字晚唐兴起 历五代而不衰 存续到北宋末年的武将之家 这个家族姓福 出过三个皇后 而且是亲姐妹 将到福家 得从三姐妹的祖父说起 后唐时期的福存省 是一代将才 多次与后梁交战 并急迫朱瘟 驱逐契丹 曾历经数百场战事 胜多败少 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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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史料记载 福家的开创者福存省 出身汗围 后来呢 因为依附了沙陀族的李克用 被收为义儿 四姓李 统领义儿军 所以结识了很多的将领 在李存旭继位后 福存省呢 因为积功而获锋番汉总管 成为了最高的军事领袖 位籍人臣 通常某人一旦被赐国姓 就会以国姓载入史册之中 但在欧阳修所撰写的新五代史里 他却是列传中唯一得以保留原本姓氏的人 由此可以看得出 福家在五代史的新盛跟重要性 印证了虎父吴犬子这句老话 福存省的几个儿子也都骁勇善战 其中四子福彦卿更是出类拔萃 他在后堂 后进都备受重用 到了后汉则被封为魏国公 由于福家是军事世家 不少武将都想跟福家占亲 福家长女就嫁给了河中捷渡使 李守珍之子李崇讯 传说福家长女的公公李守珍很迷信 找串命先生隔着屏风替家中的父母算命 当听到福家长女的声音时 串命先生大惊 此天下之母也 李守珍因此认为自己的儿子有皇帝命 所以坚定谋反的决心 但这场造反却被后汉将领郭伟打败 李家父子丁柏身亡 当郭家军大举冲入李府准备大开杀戒时 福家长女站了出来 霸气外露的十九岁福家长女大声怒吓 我是魏国公福元帅的女儿 我的副帅和郭元帅是八拜之交 修德无礼 士兵一听马上通知郭伟 郭威深感佩服 收为义女接入家中 后与郭威的义子柴荣 故声爱慕便改嫁柴荣 但是说起来 福家长女跟柴荣都不是第一段婚姻 两个人之所以能共结连礼 竟然跟厚瀚引帝刘承佑太过残忍有关 正是东高镇主惹的祸 就当郭威领兵在外征战时 家中出了辩故 不只郭威的家人 连同柴荣的七小都被刘承佑派人灭门 事可忍 属不可忍 将士们得知消息 开始群起鼓噪 打回开封 这是史上第一起黄旗加深 据说大宋开国皇帝赵匡印 正是出计谋的人之一 就在公元951年 后韩灭国 郭威称帝 国号舟 史称后舟 再过三年 郭威并故 传位给义子柴荣 后舟的开国君主郭威称帝后 因为他的亲生儿子 都被厚瀚引帝给诛杀殆尽 所以就将义子柴荣 立为继承人 后来郭威并仲后 特别进封服彦卿 做卫王天雄军节度使 来防御契丹 以安排他辅佐柴荣顺利登基 柴荣在继位后 就封了服侍为皇后 所以服皇后就成为了一国之母 柴荣当政时政治清明 被誉为一代明君 这时身为外戚的福家掌握军权 威望更胜从前 却没想到 服皇后随御驾清征时 已病得起 后舟世中柴荣的大福皇后 病重时 恳求柴荣接收二妹为妃 代替她照顾年幼的皇子财忠训 柴荣恩准 夕日后册封服二妹为贵妃 在大福皇后过世后 服贵妃成为姐夫柴荣的祭祀 接着被立为皇后 史上称她为小福皇后 一家子出了两个皇后 国丈福宴卿 连走路都有风 而在历史剧中 征皇后大位不成的福家六妹 则是嫁给赵匡胜的弟弟赵匡义为妻 原来继大福后过世后 皇帝柴荣也已经病重 他担心一旦驾崩 会有臣子生反叛之心 因此所幸只婚赵福两家 想让姻亲来辅佐年幼的皇太子 赵匡义能够被破格把组为殿前督点检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们同样都是属于福氏的姻亲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赵匡胜当时的资历上浅 对于后州政权 不会产生立即的威胁 据传心性高傲的福家六女 一直都有鸿湖之志 把皇后大位当成终生目标 就在赵福两家结尾连礼后没多久 后州世宗柴荣假崩了 年仅七岁的幼主登基 小福皇后就成了临朝听政的福太后 君临天下 国事纷扰 孤儿寡母面对凡政歌剧 哪能想到一统天下的大业 眼看太后性格保守 有着雄心壮志的赵匡胤 郁郁不得志 有耶使记载 她在这时得知柴荣留有一赵 内容是一旦发现赵匡胤 谋反之赵立即灭族 目前其实没有任何的史料 有记载到这道密照 而且以当时的局势来看 世宗在病重的时候 特别罢免了郭威的女婿 与张勇德的君子 破格拔着了资浅的赵匡胤 其实可以知道 世宗真正提访的人是张勇德 五代十国时期 武将篡位如同家常便饭 幼主财宗训七岁即位 给了赵匡胤篡位的好机会 与是否有密照的关系并不大 一照之说 也许只是赵匡胤 为自己篡位所留的伏笔 不过当时福太后的确接到密报 赵匡胤有谋反之心 本想借助父亲的势力 铲除赵匡胤 却没想到宦官王继恩挣钱倒戈 据说收买王继恩的 就是嫁入赵家的富六小姐 不少史料记载 赵匡胤就是在这个时候 半推半就的被拼上黄袍 重演当初他为后州太祖郭威 皇旗家臣的戏骂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从城桥兵变的过程来看 这场的篡位行动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首先是先广报契丹入侵 赵胤胤带着多数的进军出城后 在黄袍家臣回京逼宫 很明显并不是因为遭到迫害 所以才自保的行为 在历史剧中 鞠躬绝尾让赵匡胤下定决心的 就是他的弟弟赵匡胤 以及福家六女儿 鲤鱼背面是开封里的一道名菜 那相传赵匡胤在城桥兵变 被涌立为帝时 当时其实曾经犹豫不决 那后来吃了这道菜肴之后 因此下了决心 因为鲤鱼象征赵匡胤 那书皇面师 比喻为黄袍家身 那这道菜传说是由厨师所作 那是不是像历史剧中说 是福六小姐的杰作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流传至今 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名菜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连身为国杖的福燕卿都只能接受事实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 福燕卿绝非勇力赵匡胤的功臣 甚至不知道赵匡胤要谋反 如果福燕卿真要支持赵匡胤 推翻自己的女儿政权 那还不如自己篡位 年仅七岁的柴宗逊只能被迫上位 公元九六零年 赵匡胤改了国号 成为大宋开国皇帝 他虽然废除了财宗逊 但对小福后仍然礼遇有加 让他迁居西宫 而且还可以继续称周太后 也善待了服侍一族 后来财宗逊去世后 小福后出家修道 号称是育亲先师 总计在宋朝生活了33年 可以说是得到了善终 说起来赵匡胤创位成功 少不了亲弟弟赵匡胤的运筹帷幄 兄弟俩的感情不言可遇 且不说赵匡胤自始至终 都跟在哥哥身边打天下 就说策划并实施 成桥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也是功不可没 那这使得赵匡胤对自己的弟弟 关怀辈志 后来他当上皇帝了 还在赵匡胤生病之时 亲自到府中探望 甚至还亲自煎药熬汤 我突然想到 二哥当了官家 小弟我就应该避讳名字了吧 我想过了 就叫光义吧 娘觉得如何 好啊 要依规矩才成方圆嘛 好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叫赵光义了 为了避讳 赵光义自愿改名为赵光义 开国之初 他对哥哥是无比的尊崇 但身为赵家媳妇的福家六女 是不是真的如历史剧中所演的 有莫大的野心呢 剧中的福六小姐 则是扮演一个 三风点火的角色 推着赵光义走向篡位之路 但过于低估了 赵光义的心理状态 如果不是赵光义 也有想篡位的念头 单纯的三风点火会有用吗 福六小姐 有没有枕边细语 鼓动另一半 史料确实没有记载 至于赵光义 什么时候动了 谋求皇位的念头呢 史学家推测 有可能是赵光义 在御驾清征 扬州李崇敬之乱后 基劳成疾 重用赵光义之后 赵光义为了培养 赵光义的能力跟经验 还让他出任开封福隐 加中书令 并封为晋王 而皇室中卿担任开封福隐 基本上就等于是 确立他继承人的地位 所以至少一开始 赵光义是想要把大宋的位置 交给自己的弟弟 福家女儿 一个已经过世 一个被逼宫 老六才正要展露头角 他在大宋时期的地位 比起两个姐姐 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是 他在大宋时期的地位置 他在大宋时期的地位置 有关于是 你 在大宋时期的地位置 不及 在大宋时期的地位置